全文电视剧解放 淮海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喝醉了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全文 一,1948年10月11日,关于淮海战役二部署,现在提出祭典意见,供你们考虑 一,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滔兵团三,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 陶八吉,易县寺,藻庄,林城武,韩庄,树阳,披县,谭城,台儿庄,林尼等地 为达到这一目的,应与两个纵队担任歼灭敌一个师的办法,共以六个至七个纵队,分个歼灭敌二十五师,六十三师,六十四师 以五个至六个纵队,担任组员和党员,以一个至二个纵队,歼灭临城 韩庄地区领一部六一个旅,并力求占领林寒,从北面 威胁徐州,使秋清拳期,里米两兵团,不敢以权力动员 以一个纵队,加地方兵团,位于鲁西南,侧击徐州,商秋段,以牵制秋兵团一部 孙元良八三个师县江东进,望留博成,陈毅,邓小平九,急速部署攻击郑徐县时,牵制孙兵团 以一个至二个纵队,活动于肃迁,虽宁,灵弼地区,以牵制米兵团 以上部署,即是说,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灭一部 以对付丘里两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 这一部署,大体如同九月间攻击打员十一的部署 否则,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 第一阶段,力争在战役开始后,两星期至三星期内结束 二,第二阶段,以大约五个纵队,攻坚海周十二,新浦,连云港 灌连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 估计这时,青岛之五十四师,三十二师,很有可能有海运增至海 新,连地区十三 该地区连远有一个师将共有三个师 不需用五个纵队担任攻击,而以基于兵力主力 担任前置丘里两兵团,仍然是九月间攻击打员部署的那个原则 此阶段,亦须争取于两个至三个星期内完结 三第三阶段,可设想在两怀方面十四作战 那时,敌将增加一个师左右的兵力 整八师正由阴台来运 故意须准备以五个纵队左右的兵力去担任攻击 而以息于主力担任打员和前置 此阶段,大约亦须有两个至三个星期 三个阶段,大概供须有一个半月至两个月的时间 四,淮海战役的结果 将是开辟的苏北战场 山东苏北打成一片 修理两兵团固守徐邦一线及其周围 使我难于监济 此时,你们仍应分为东西两兵团 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 在苏北苏中作战 以其与主力为西兵团 出玉瓦梁省 协同刘邓 攻取合则 开封 郑州 雀山 信阳 南阳 淮河 刘宇及大别山各城 西兵团与刘邓协力作战的方法 亦是一步兵力打成 以主要兵力打员组员 这样去各个奸敌 刘邓因为兵力不足 不能实现如下你们攻击打员战役 及淮海战役那样的作战 你们西兵团去后 就可以实现那样的作战 六七两月开封 虽起战役 就是西兵团与刘邓协力的结果 五 你们以十一 十二两月完成淮海战役 明年一月休整 二月西兵团转移 三至七月 同刘邓协力作战 将抵打至江边各点固守 秋季你们主力大约 可以举行渡江作战十五 注释 一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 给华东野战军的电报 这个电报同时告知华东局和中原局 此后 全国局势发生了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利的急剧变化 中原野战军奉命东地徐州 帮布地区 由华东野战军 中原野战军和华东 中原的地方部队共同作战 战役发起后 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 草治华东野战军 并告中原野战军的电报 下达在徐州附近 坚灭国民党军刘氏集团主力的战役决心 于是 淮海战役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 三个有决定意义的最大战役之一 这个战役共坚灭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五千多人 毛泽东在这个电报中所提出的战役方针 得到完全的成功 只是战役的发展 比预计的更为顺利 因而胜利也比预计的更快更大 在这个战役以后 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 就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了 淮海战役在1949年1月10日结束 1月21日 蒋介石急宣告隐退 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 从此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 二毛泽东在起草这个电报的时候 对淮海战役确定的作战任务 主要是消灭国民党军刘氏集团 主力了一步 开闭苏北战场 使山东 苏北打成一片 后来 由于局势发生变化 中原野战军东晋 与华东野战军会合 共同作战 淮海战役最发展 成为以徐州为中心 东起海州 西至商丘 北起林城 金靴城 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 同国民党军进行了一次决定性的战役 集结在上述地区的国民党军队 由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刘氏 副总司令杜于宁指挥下的四个兵团 和三个随进区部队 连同以后从华中增援的皇帝兵团 共五个兵团和三个随进区部队 人民解放军参加这次战役的 有华东野战军十六个纵队 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 华东、中原军区和华北军区 所属记录域军区的地方武装 共六十余万人 在淮海战役过程中 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成、陈毅、邓小平、素玉 谭振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 执行领导淮海前线军事和作战的职权 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开始 到1949年1月10日结束 历时六十五天 共歼灭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五千人 此外还击退了游泡部方面 来源的刘汝明、李延年两个兵团 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 整个战役共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11月6日到22日 人民解放军于徐州以东碾庄地区 维艰了黄百涛兵团黄百涛毕命 解放了碾庄以东龙海路两侧 和徐州以西北广大地区 切断了金浦路徐州、棒部 断尖国民党军的联系 国民党第三绥靖区所属三个半师 共二万三千人 在徐州东北的甲方、台尔庄地区起义 第二阶段 从11月23日到12月15日 人民解放军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 维艰了黄违兵团 升幅兵团司令官黄违 副司令官吴绍州 该兵团一个施起义 同时 华东野战军将由徐州西陶杜玉明指挥下的邱青泉 李米、孙元良三个兵团 包围于永城东北的青涌脊 陈关庄地区 随后 殲灭了突围的孙元良兵团 孙元良之身潜逃 第三阶段 从1948年12月16日 到1949年1月10日 人民解放军淮海前线部队 首先进行了20天的战场休整 从1949年1月6日起 对新隆级、陈关庄地区 被围的国民党军发起总攻 全歼邱青泉 李米两个兵团 升幅杜玉明 击毙邱青泉 只有李米逃脱 至此 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三黄百涛兵团 指国民党军第七兵团 兵团司令官黄百涛 四一县 就县明 吉金山东枣庄市一城 武林城 吉金山东枣庄市虚城 六里米部 指国民党军第十三兵团 兵团司令官李米 七丘清泉 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官 八孙元良 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九刘伯成 陈毅 邓小平 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 第一副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时政徐县 指郑州至徐州的铁路 吉隆海线一段 十一参见公祭大员以案员计划进行 唯一注意 本卷第十一 十二海州 位于金江苏连云港市西南 十三后来 该敌没有赶来 十四指江苏淮英 淮安一代 十五一九六零年出版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版时 此文第四点及第五点 二月西兵团转移一句被编者删解 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在注解中对删解做了说明 核心独厚记 关于淮海战役毛泽东起草的中 这个作战计划写于十月十一日 集开战前一个月 毛泽东设定了作战的目标 构想了作战分阶段的进程 根据这个设想解放军华东部队与中原部队将联合作战 但是素玉兵团与山东兵团是联合作战 但是在战争取得胜利后的第三个阶段结束后 素玉兵团与山东兵团仍然应当分别独立作战 而西兵团仍然需配合刘邓作战 此时你们仍应分为东西两兵团 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 在苏北苏中作战 以其余主力卫西兵团出玉瓦梁省 协同柳邓 攻去合则 开封 郑州 雀山 信阳 南阳 淮河流域 及大别山各城 在本文原文的第五要点中 毛泽东指示 五 你们以十一 十二两月完成淮海战役 明年一月休整 二月西兵团转移 三至七月 同刘邓协力作战 将抵打至江边各点固守 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 也就是说 素玉兵团作为南下兵团需在年底先行渡江 独立作战 附录一九九一年版毛泽东选集 关于此文删结情况的说明 五一九六年出版本卷第一版时 此处删去二月西兵团转移一句 六毛泽东起草的这个电报 原供五点 彻宜的文字是其中的第五点 一九六年出版本卷第一版时 删去了第四点 其原文为淮海战役的结果 将是开辟了苏北战场 山东苏北打成一片 秋里两兵团固守徐邦一线及其周围 使我难于兼击 此时 你们仍应分为东西两兵团 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 在苏北苏中作战 以其与主力为西兵团 出玉瓦梁省协同刘邓 攻取何则 开封 郑州 雀山 信阳 南阳 淮河流域 及大别山各城 西兵团与刘邓协力作战的方法 亦是一步兵力打成 以主要兵力打员组员 这样去各个兼敌 刘邓因为兵力不足 不能实现如像你们攻击打员战役 及淮海战役那样的作战 你们西兵团去后 就可以实现那样的作战 六七两月开封虽起战役 就是西兵团与刘邓协力的结果 毛泽东淮海战役作战方针首记 2019年5月6日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 beberapa石杜